Zither Harp 你问一下他们认识里面的红线 够活远 这个影片是2009年的夏令营影片 学校呢我们会去到内蒙古立邦陶四号失望小学 这所学校也是我们曾经去办过夏令营的学校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第二次再来到这所学校 小学校的小朋友们你们都还好吗 真想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 整个校门的样子也都不一样 不一样了 对啊 不过强化还在 对很好看的 欢迎大家来到彩色梦想绿邦陶四号失望小学夏令营 我找绿邦是当一名教师 我想让一般小学变成一座座高楼大厦 也许过几年后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回过头看 哦当年的夏令营 游批大哥哥跟我们做实验讲课 我觉得对某些小朋友会触动他们的某些想法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经历过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经历过 没有长得那么高 年华是应该觉得什么便利 五年前参加夏令营 我是五年级还比较小 现在反正想起来还是挺开心 一起做了很多游戏 老师们教了我们挺多挺多的东西 还让我们写了愿望 我记得当时我写的好像是想要一个喜羊羊的毛绕玩具 然后好像过了两个多月还是三个多月 然后就真的再次过来的时候给我带了那个毛绕玩具 现在想起来挺开心挺感动的 当吴姐姐给我那个拥抱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认识这些对我好的人真的很幸福 然后现在我马上就要升高一了吧 会努力好好学习 就像吴姐姐说的 等我考上大学之后可以过来当志愿者 然后再来我的母校 会是一件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 我记得一开始当这个工程进入校园的时候 就把我们的校园涂成了那种基彩的颜色了 然后我也希望这个色彩带给我的那些震撼 可以带给这儿的小朋友 让他们鼓舞他们 激励他们 看着这个颜色 让他们很开心 然后可以带着这种感激与幸福 去带到他们的学习中去 感觉希望工程 然后这个为爱上色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让我们觉得自己也可以被人关注 心里很温暖吧 这几年做的我们不仅是要去美化外墙 我觉得外上色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志愿者给孩子们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拥抱 一张自己用心写的明信片卡片 我觉得对他们都是一种关爱 我希望这点东西可以对他们的人生 或者对他们来说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能让他们因为为爱上色变得快乐起来 为爱上色它带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 只要想起五姐姐以及她给我的那个拥抱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很坚强很牵强的那种活下去 现在我不是刚初三毕业 然后正在为到底要该选哪个高中发愁 因为家庭的原因 因为家庭的原因 因为各种各样吃住的原因 有一首歌是 然后我当时感触挺深的 我也希望我送给五姐姐 她说 我说I will strive 我想说 我想说 We will str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